有时候在项目里面一些文件我们不想让Git去跟踪 这些文件可能是系统生成的临时文件 也可能是项目本身生成的一些临时的文件 或者是其他不想要保留的一个文件 我们可以告诉Git忽略掉这些不想跟踪的文件 可以在全局范围里面去设置一些要忽略的文件 比如在OS10的系统上面 有的时候会在目录的下面生成一个.ds 下回现store的一个文件 因为文件名里面带一个点 所以默认它是隐藏的 这个文件会存储目录的一个显示的一些属性 一般我们不希望去让它显示在目录的版本库里面 这样我们就可以在全局范围里面 让Git忽略掉这个文件 我们要做的就是去创建一个文件 在这个文件里面输入要忽略掉的一个文件的列表 然后再去执行一行命令 去告诉Git在全局范围里面要忽略掉的文件 这里我们输入GitConfig 加上一个global core.excludefile 是当前用户的主目录下面的Git ignore 下回现global 那么这个行命令呢 就是告诉Git 全局范围里面我们要忽略掉的文件列表是 包含在了.gitignore下回现global这个文件里面 下面我们可以去编辑一下这个文件 用vaman 编辑一下这个.gitignore下回现global 在这里我们可以输入一个 第二大写的DS下回现store 保存一下这个文件 那么这样的话在全局范围里面也就是操作系统当前的这个用户的下面 不管呢在哪一个版本库里面 Git都会忽略掉.ds下回现store这个文件 下面我们可以先进入到我们的版本库 然后在这里我们可以手工的去创建一个这样的文件 查看一下项目下面的所有的文件 这里我们要加上一个la的一个选项 这样才能够看到一点开头的一个文件 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ds下回现store这样的一个文件 然后我们可以再查看一下现在的状态 用git status 这里会显示一个我们之前修改的humans.txt这个文件 但是呢并没有显示出那个刚才添加的点ds下回现store这个文件 这是因为我们已经告诉git要忽略掉这个文件 另外呢还有一些可以在全局范围内要忽略的文件 你可以参考这个地址